弄歐病毒在國內肆虐 而且春節快到了 現在專家特別提醒 其實弄歐病毒 並不能用酒精來消除 它必須要用肥皂來搓油泡沫 才有可能來消除這個弄歐病毒 那我們看到其實很多人說 酒精真的可以消毒 其實講的是 當它的濃度來到百分之七十 到百分之九十五 也許它具有消毒的功能 但是這針對的是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 用酒精的話 可以破壞它的病毒膜 來讓它失去毒性 但是這只有針對COVID-19 的這個病毒 如果你碰到了腸病毒 鼻病毒 A肝病毒 甚至我們所說的這個 諾羅病毒的話 其實用酒精是沒有辦法的 你必須要用肥皂洗手 才真的能夠消除它 因此專家醫師黃宣 就特別提到 酒精只能應急 不能取代肥皂 尤其是碰到春節 也就是快要過年了 大家可能會跟親友團聚 或是去一些旅遊景點 人擠人 如果可以用肥皂洗手 就用肥皂洗手 因為酒精跟肝洗手 都是沒有辦法來消除 這個諾羅病毒 還是有可能會讓這個病毒 到處肆虐 我們TVBS推出了 TVBS娛樂頭條 叫您掃描 這個QR Code 就能加入LINE的好友 帶您掌握所有明星的台前幕後 讓您娛樂訊息 不漏洁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